第一、二十年了,這是第二代的 它是專門針對心血管系統做一個檢測 那它是利用心電圖的圓頂 然後做負利液轉換 然後透過統計生殖 然後找三萬個病例確診病例之後 建立數學模式之後 然後再去檢測一下的飛行 所以它大概在九十秒就可以知道我們心血管的狀況 那這個機器是哪裡發明的? 就是在美國 對,台灣就這一台 就是美國製造的 所以這個是台灣的公司? 不是,這是美國的公司 主要是在美國銷售,那台灣就這一台 所以台灣有總經銷? 我們是進這一台 台灣只有這一台 是,是,是 那目前我們並不是銷售這個機器 我們主要是說因為 見證說我們使用我們的產品 對心血管的幫助 那你們的什麼產品呢? 我們是這個 那這個產品又怎麼樣? 這個是一個健身片 它可以促進循環 那這個健身片怎麼能促進循環呢? 因為它是類似像RFID的原理 它是發射出一個經過設計的射頻 然後可以跟生物和波共振 你可以促進循環 是什麼扣啊? 不好意思 你說是發出什麼波? 射頻 無線電波 就是像那個短 我們的收音機的電波 但是經過設計的一個頻率 哦,這樣是 那這個是什麼? 設計講什麼? 這個就是在講這台 就是說 它之前用這台去檢測它七級 七級是不好的 一到十嘛 十級最差 它原先是七級 後來放我們的產品 放到晶片 放九十五分鐘之後 再量就變成四級 那原先是心肌工學不足 後來就是九十五分鐘 再去量的話 檢測結果變成是 心肌輕微工學不足 就是得到改善 那請問一下 這個效益有多久? 效益有多久? 因為它這個是IC 所以基本上來講 不太會壞 不是,我是說你九十五分鐘 九十五分鐘以後 從七級到四級 對 那這樣的效益可以 一天兩天三天 它只要戴上去 只要戴著晶片 對,只要戴著晶片 就可以一直維持這個效益 那你說只要戴著你這個晶片 就可以一直維持四級 對 最少呢 因為它已經戴上去四級 它要一直戴 然後就是起碼會從四級開始 繼續再慢慢改善 所以四級如果 有可能有機會這樣到 因為四級還算養健康 那一二三是算健康 那假如說它持續有可能 有機會變成更健康 但是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那時候實在做這樣子的一個訪問實驗室 對 那這個是怎麼樣 這個是說我們拿我們這個晶片產品到在廣州一個南方醫科大學 它有一個專門做血管通透性實驗室 它專門在檢測對微血管的促進血液循環的那個效果 那我們在那邊先做一個起初的一個測試 那我們這個測試結果就會發現到說放一個小時之後 我們的血管可以看到 我從這邊來看可能會比較快 因為這個比較大 好 那這是晶片剛開始放 它主要是要看這一條 這是微血管 這是小動脈 這條不會動 這個會擴充 所以我們放了一個小時之後 你可以看到 這個跟這個的比例 本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比 到這邊已經變成三分之二的比 表示微血管擴充了一倍 管徑擴充了一倍 那管徑擴充一倍 那管徑擴充一倍 它的流速不變的話 它的血液循環其實代表它擴充的是四倍 因為管徑要拍阿平方 這是我們在南方 就是在廣州南方醫科大學裡面 專門做這種微血管 一個起初的一個測試的時候 我們先所看到的結果 當然它要更 它是可以做更精密的流速實驗 我們現在沒有做到那種 我們只是從這個地方觀察到它的效果 那這個東西在美國有拿到FDA的什麼 沒有 因為這個是算健身片 不算醫療潮子 所以沒有拿到FDA 那這個是有FDA 這個是有FDA 對 這個在美國拿到FDA認證 那經電本身因為它是健身片 所以是不算醫療 那你說這個是多少錢 這個定價美金十萬 OK 那幫我拿一下 他說這個我可以現場體驗 他要幫我體驗一下 我們想要請 我要找一下 要等一下找一個 那你可以跟我講一下 對我想要體驗一下 對我想要體驗一下 他要幫我做一下 他要幫我做 你幫我拿一下 小姐我要體驗一下 你可以幫我做一下嗎 你是記者 然後可以抱到 身上心臟問題沒有辦法處理 人最簡單的頭痛睡不著都不能處理 是這樣 所以呢 沒有辦法的情況 剛才我們跟我們講講 電視的 所以 而且都是蠻大的事 所以我要講的是 各位 應該要整理一下 其實吃藥不是唯一的途徑 看醫生也不是唯一的途徑 其實找尋健康有許多的方法可以實驗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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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也很悲哀 喜慎大概是全世界排名前三法 喜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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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吧 所以呢 喜慎也滿好 像這個黃黃的就是你的肝氛 沒辦法代謝 吃藥吃太多了 吃藥吃太多 所以 西藥可以救起 但是真的不能救病 所以在這邊 還是很希望 各位